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看这一干 肖国栋红球顺利打进 要到了黑球 中国军团仅剩的两颗毒苗啊 一定要挺住 要不然我们没得看了 好 吃口起来 左下方底带还有下球 吕浩天跟安迪希克斯有过两次交手 都是获胜 肖国栋也是非常有希望晋级的 毕竟安什利赫杰尔他的排名仅是第70位 肖国栋是目前第38位 稳定先生 肖国栋 我看这颗黑球能叫到 然后吃口起来 力度感觉轻了一点 都少了 这颗红球有难度 16分啊 包球一库来 沉底 先推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下五点的比赛啊 小特在0比4落后的情况下连追五局翻盘了 这也就小特有这种实力啊 你像其他的球员很难很难 小特也属于斯诺克划时代的人物啊 就他的出现是代表着这种纯进攻的选手 好 右下方抵戴露球了 我们看比赛的时候也有一个非常复杂的心情啊 如果说中国球员在的多 希望这个前16的淘汰的越多越好 如果说中国球员在的少 希望前16的留下的越多越好 好 看一下黑球又接上了啊 哎 积分盘修复了 没问题啊 现在修复的很快 说实话 这个欧洲大师赛 在在德国举办啊 给给我们的印象有点拉胯 尤其是这个积分盘 像中旬赛的一个就是切镜头一样 让人诟病 现在比开赛第一天好太多了 这颗红球要顶蛋 嗯 好球 中高干 登两库起来 好 中带要到 嗯 推起来 看一下啊 要一颗粉球 粉球走一个粉K红 确实需要该K球了 带出来两颗 能打 只能说能打啊 不太好 中高干 吃一库起来 哎呦 这颗红球啊 没打进 留带口了啊 赫吉尔昨天是战胜了排名第14的阿里卡特 顺利晋级的这个32强 他的长弹是很亮眼的 嗯 先把这颗带口球打尽 要到黑球 吃到了带脚 所以叫的也不是太好 哎 这一杆还是继续来要右下方底带的红球 哎 黑球摆回去 刚好挡住啊 这样就断掉了 防守一干 拼防守的话 赫吉尔跟肖国栋有很大的差距啊 毕竟肖国栋长期不说稳定在前32吧 前40是没问题的 嗯 母球回顶 把红球打下来 好 双方继续来防 看谁先漏球吧 右边中带漏了 好 中带红球打尽 然后走了两裤 再上来调 看看篮球能调到吗 哎呦 这颗彩球叫的可是真不到位 只能继续防啊 哪颗也没有叫到 咳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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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杆好球啊 坐上一杆斯诺克 不难解啊 两裤来勾 直接勾没了 空干了 发掉四分 哇 这杆更难啊 这杆这个落位 自己给自己加上了一个更难的 斯诺克 好 两裤带到球队 结后呢 看一下左下方底弹 也不好处理啊 打的话也不好打 要球队最下方的这一颗了 看准度 好球 真的很准啊 能干掉卡特肯定是有实力的 从赫吉尔身上 我们又是看到了赵新彤的身影 年轻帅气 干脆利索 那左下方底弹 还有下球 好 吃苦起来 黑球还是 留了向上的角度 登起来 这杆要顶弹 有难度 好球 好球 这样黑球还是一个向上的角度 登起来 要右下方抵带了 好 好 要的一个左下底 左下底是向上的角度 哎呦 这一杆打丢了 带口球 漂亮 给肖股东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这个分数不对着呢 这积分牌直接给肖股东加上一分 哎呦 还在加 这是剧痛吗 黑球还没打呢 就加上分了 吃苦起来顶一下球堆 这样最下方这颗还是有单下的 你看又给加上了 他知道肖股东会打劲啊 好球 又加了一个 就加了个六分 加了个粉球 这个 这个积分牌这有意思啊 他是 你要这么积分的话 他绝对是中国人的朋友 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嗯 粉球打进 左下方底带还是有下球的 再加一分 果然加上了 还没打呢 右下方底带也有 好 这是又是要到了粉球 分数是提前加的 嗯 粉球打进 吃苦再起来 还是要一杆 右下底 这杆说实话 有点悬 粉球啊 不是说这颗红球 红球没问题的 好 这颗打进 快超分了吧 鸡盆牌 鸡盆牌是个傻子 咱们不看他 你看还在瞎加啊 这个分数加多了 没有问题了 不过这这局肯定是拿下的 这是无可争议的 刚才还76分呢 现在就78了 反正已经是超分了 你81 粉球打进 怎么可能是81 粉球是6分啊 他应该是我们的信号稍微有延迟啊 然后分提前加上了 85已经是打进咖啡的分了 103不能再加了 因为就是青台也就是103啊 已经1比0了 好 计分牌已经告诉我们了 1比0 孝国栋拿下这局 103 单干63分 总分103 1比0